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环境时报总编辑 胡锡进 欢迎收看胡侃 中国13日宣布 另一名加拿大公民迈克尔斯帕弗 因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活动 于本月10日 被辽宁省丹东市国家安全局依法审查 此前一天 中方宣布对另一名加拿大公民 前驻华外交官康明凯实施依法审查 在宣布上述两起案件时 中方没有与华为高管孟晚舟被加拿大拘捕联系起来 而且也没有任何实际证据把他们做关联 家方迄今也没有主动把这些事往一起说 然而国际媒体都做出中国在报复加拿大拘捕孟晚舟的联想 中国互联网舆论也大多这样看 目前中美家之间形成非常敏感微妙的格局 美家用他们擅长的法律武器打压华为 抓捕孟晚舟 这一悍然对企业高管下手的越雷池之举 被他们披上法律的外衣 他们在法律程序上似乎做的挺完美 美家显然想主导这场游戏 他们的潜在要求是如果中方要抓他们的人需像他们一样公开透明 比如举行保释听证会 他们知道中方很难做到这些 中国的法律体系和信息公开制度与他们的不同 双方很难在相同的轨道上交流 中方毫无疑问是有权利依法抓外国人的 这个法是中国的法 而非美国加拿大的法 中国的法律程序展示能力和舆论发布能力显然弱于美家 使得美家能把震惊全球商界的事包装成所谓执行法律 而中国在全世界的预期中实施抓捕行动 却显得有点笨拙 这是中国现代化治理能力需要加强的反应 可讲而知 一些西方媒体会拉偏价 但这些也只能是泡沫 中国的国家利益像其他国家的一样真实 是中国国安部门必须加以捍卫的 美家的法治和舆论工具比中国的强大 这不意味着他们做坏事时也握有道义 常识告诉人们中国依法审查两名加拿大人是正当的 无论是按照中国安全部门所做的宣布 还是按照舆论猜测的逻辑都是这样 中国总的来说是个克制的大国 我们重视同西方的关系 很希望和平相处 但是各国应当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和底线 美国应该如此 他的小兄弟们尤其应该这样 中国社会尊重加拿大 希望中家的危机早日化解 其实也挺简单的 甲方应该尽快彻底恢复孟晚舟女士的自由 中国将依法审查两名被抓的加拿大人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的基本权益将得到保障 过去西方人在中国被抓 基本最后都被驱逐出境了 这一次的两名加拿大人大概早晚也会如此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